嗨 大家好 我是好好 那今天來到零酒店的森林百會Buffet 然後要來開箱一下他們的Buffet 然後今天是我第一次吃 然後也沒有吃過 我吃的是晚餐時段 他晚餐時段是 用餐時間是5點半到晚上的9點半 那一個人的話 服務費是1089 今天已經快要5點40了 對 應該已經滿多人進去了 那因為我已經訂好位了 那我們先趕快進去吧 然後來看一下有沒有吃這個1089的價位吧 走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稍微去逛了一下 因为一入座 先拍了一些食物的画面 然后发现说 哇 它餐点总类实在 是还蛮多的 像是也有很多酒类 你可以喝到爽 喝到饱 然后它摄影片总类也蛮多的 因为吃到饱了 煮公肉 好不好 先去夹了 看那种线切牛 然后还有这个 应该也是猪肉吧 然后这边 这个是羊排 看起来也稍略显干的一点 试试看 我觉得算是表现在中上的牛肉吧 然后它切的其实也蛮厚 蛮大块的 然后它这个是略带一点血色 但吃起来我觉得也颇有嚼劲的 所以 我们先来吃一下 看起来 有点干硬的猪肉 感觉是火腿肉 先吃它的原味 看看 略有一点烟熏的味道 但是真的是还蛮干的 蛮硬的 所以我觉得加一下酱应该 会比较好吃一点 试试看 有沾差蛮多的 它的芥末的味道跟猪还蛮搭的 刚刚我其实在逛的时候 那我看到他们有一个专门是 喂素食 不吃荤的 就吃素的那种的一个专区 觉得还蛮贴心 接下来试一下它这个烤鱼 试试看 外面酥酥的 然后里面还蛮嫩的 它的这个鱼肉 这鱼有点 带有点油脂 但是也不会到太油 里面它的那个肉也很绵密 外面又酥的 所以整体吃起来我是可以再去拿 看那个综合鱼肉的别种肉 先吃了牛肉 然后一些熟食之后 再来试一下它的生鱼面 这一个的话是和风的鱼鱼 然后这一个是烫旗鱼 这是鬼头刀 这也是鲑鱼 然后拿了一下这个饮料 这个是蜂蜜小黄瓜鸡 好 那我们先吃一下三文鱼 鲑鱼 鲑鱼还蛮不错吃的 虽然它没有到非常的油 在台面上它的那个鲑鱼骨的 没有到非常的多 因为之前也应该有教过大家 如果要选好吃一点鲑鱼的话 就要选那种表面看起来比较油亮 这是大概选的比较少 我就夹一下 但是它其实咬一咬之后 还是会有那种鲑鱼的甜味 所以这算是一个蛮合格的鲑鱼 所以我们再吃一下这个烫旗鱼 它外表有先去加热过 所以它的外表是那种熟的鱼肉 整体你在吃的时候 你会吃到那种比较熟的鱼肉的口感 然后也会吃到剩里面的口感 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然后本身鱼肉也很甜甜的 味道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这个也蛮不错吃的 我们再吃一下这个鬼头刀 我们吃原味看看 它这个外表也感觉是有先加热过 所以它外表也是有熟的鱼肉 它甜度就比那个 上一个吃的那个燙鱼鱼 来的没有那么甜 那这个也是吃起来还蛮像的 跟上一个姜老师的 它们吃起来很像 甜度的话我会觉得上一个比较甜 来喝一下它们的鱼肉 那种蜂蜜的甜味 然后上面会补一点小黄瓜 泡沫嘛 然后还有那种小黄瓜脆脆的鱼肉 虽然是还蛮能接受的 接下来吃一下这个 好像蜂鱼鱼 带有一点略略的咸味 它感觉是已经有腌制过 然后也是外皮有加热过 吃下我觉得跟前两款我吃的 感觉也很像 那如果这三种的话选一种 其实我觉得第二个吃到的那个汤鱼 会不错吃 刚刚就看了一下 它们还有那种南洋风味的料理 那这个是南洋咖喱鸡 然后南洋青洋排的样子 然后这个是打炒打炮煮 除此之外 它们还有那个 应该是最会回本的 一道料理 就是波士顿龙下的一个汤 南洋的咖喱鸡 吃看看 它鸡肉已经是煮到很软嫩 那本身它的鸡骨头是有点 它有点血色的 那吃到里面就觉得 有点吃到鸡的那种腥味吧 我觉得不是很OK 这看起来是真的还蛮红的 那我刚吃的时候 到里面是有点那种血腥味 再来是吃一下这个羊排 这羊排是不是有 我烂的那种 比上一个烤羊排来得很软 嫩一点点 但是真的咬不断 接下来吃一下这个打炮酥 里面最合格的就是打炮酥了 因为我想打炮酥你要把它做得很雷 应该也蛮难的 这也算是不错吃的打炮酥 比起其他刚吃的那两道来生 接下来试一下 现在是吃这个最能回本的波士顿龙虾了 然后它的波士顿龙虾是做成汤啦 里面有一些龙虾的黄 还有龙虾的蛋 其实就一点点没有吃到非常的多 里面还有一个它的龙虾浅 我记得我像是在波士顿吃龙虾的时候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 龙虾的身体肉啊 会比它的钳子还要来得好吃 其实它的这个钳子也蛮大的 就是 如果1089这个虾味 你可以一直去续那个龙虾糖 应该是也蛮能回本的 试试看吧 我觉得以正价位来说 这个是对得起它的那个质量 但是也不会到非常的鲜甜 一次吃完它是一块龙虾肉 也会带有一点龙虾的味道 但是说甜吧 没有到非常的甜 总体的肉大概就是那一支钱 再加上两块这样子大小的肉 对 刚把它剔了出来 一碗大概是这样 那你可以一直去啊 当然就是 看你能喝几碗这样 上一次已经拿了它们的那种 南洋的料理 那其实我发现它们还有那种 凉拌的凉菜 也是泰式的 那这边的话就是那种 凉拌的青木瓜丝 跟泰式风味的猪肋盘 然后还有一个椒麻吉 这青木瓜还蛮好吃的 因为我本身是还蛮喜欢吃那种泰式料 这个凉拌青木瓜丝 是还算是小辣 然后腌中辣 木瓜是很脆的 我个人应该是会再去拿一盘 这个 还蛮好吃的 我们再来吃看看这个 泰式风味的猪肋盘 这猪口味吃起来是蛮重的 这种比较重口味 我会想像说它应该是 比较热的那种感觉 然后是拿来配饭的口感 因为很像在热炒店 会吃到那种重口味的 然后你会很想要来一碗白饭的 南洋青木瓜它还有饭花生 所以在吃的时候会有青木瓜的脆 然后之后还会有花生的脆 所以其实吃起来还蛮爽的 因为我个人还蛮那种咕齿咕齿的感觉 今天来吃一下这个泰式的椒麻鸡 算是也是跟这个猪肉一样的 就是你原本会觉得说它应该是热的 但是确实凉了 因为一般我们在吃椒麻鸡的时候 印象中对它感觉应该也是热的 可是它就是变成是冰样的 但是也算是好吃的 接下来吃一下这个天使红虾 它这个是用椒盐拿来处理的 其实我光在剝的时候 就感觉到它外表是剝了非常多的眼巴 因为手指都感觉到它那种颗粒的感觉 它本身肉量也感觉蛮大的 然后因为刚好手上在剝的时候 就有很多椒盐嘛 然后现在这样子 剝在这个肉上面的感觉 这样子咸度会刚好 吃看看吧 肉我们那样的大块 然后吃起来的时候 是有它那个天使红虾的那种海鲜咸甜味 搭配一点椒盐 我觉得更能处理它的那个咸甜味 这个我应该可以拿个四五块没有问题 刚刚去看了一下它们还有港式的串居 然后这里是那个烤鸭卷 然后它这个卷是比较不是脆的皮 它是那种绵绵的像是挂包皮的那种 它里面还有塞一个小黄瓜片 跟它的那个酱汁 试试看看 它的鸭肉还蛮好吃的 它鸭肉不是那种肉很柴的 它这个肉是还蛮有肉脊的 所以它这个瘦肉的部分是 肉脂是很明显的 不会像是我之前有时候吃到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它是有肥肉肥 但是它这个瘦肉的部分 却没有那种脂肪的香气 这个也是鸭的脂肪香气很够 鸭的话我会个人会更喜欢另外一种皮 就是不是这种像是挂包皮 那种比较薄 然后吃起来会比较那种 Garutus的那种皮 好像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吃一下这个蜜汁叉烧 它那个肥肉跟瘦肉比例 我觉得还拿捏的还蛮不错的 肉脂咬起来也不味道太干 太差 或者是太油腻 所以还蛮刚好的 然后它那个蜜汁 也有带有一点微微的甜味 但是表现还不错的一个蜜汁叉烧 接下来吃一下这个糖醋鲜鱼 糖醋的外表是很脆的 然后也是甜甜的 搭配它这个里面的鱼肉非常的细致 所以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口感之后 又有那种细细的鱼肉 吃起来很大 然后又有甜甜的 这是可以再拿一盘 接下来吃一下这个生食的部分 这是叫做什么味肥鲍鱼 吃起来蛮好吃的 它有鲍鱼的口感 除此之外它里面还有那种 应该是它整体腌制的那个酱汁吧 带有一点绿绿的鲜甜味 蛮搭的 来吃一下这种蝦子 还蛮好吃的 带有点酒的味道 接下来吃鲑鱼 然后这个是它旁边在发的那种 应该看起来像是炙烧的鲑鱼握手丝 炙烧的鲑鱼握手丝是那种入口即化的 所以其实也还蛮好吃的 这应该也是可以一直续 但是像它那种在发放的 例如我刚刚拿的鲜石红虾 接下来应该会有生冬 它都是那种一个石段制的 因为它们还要备准备 然后大家只要在发放时间的时候 大家都会在那边排队 所以有时候像我在拍摄的时候 在吃啊有时候比较忙 所以也没有办法拿得到这样子 刚又拿了一下这个 泰式的檸檬鱼 它有韩式的萝卜糕跟一个脆皮水饺 对 那其实它们这个异国料理的种类 真的是还蛮多的 但是萝卜糕外皮一样 看起来是非常的有利 脆皮水饺的 我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觉得好奇 打看看 看看吧 脆皮水饺 那名字取得跟东西一样 就是它外皮是非常的脆 然后有点偏向我们的 其实那种外皮黏黏的 那里面包的是那种 猪的肉 有肥肉有瘦肉 但是口感整进 吃起来有点油腻 接下来吃看看这个泰式檸檬鱼 这檸檬鱼可以了 像是我们在泰式餐厅会吃到的那种 檸檬鱼 在外面吃那种檸檬鱼 一直也反贵 然后它刚刚的肉那样 其实 是还蛮大块的 然后接下来吃一下萝卜糕 非常的油亮 吃看看 那这个萝卜糕是比较甜绵密的 就是 它不是那种比较固寂 它是放到你嘴巴里面 很容易就会化掉 然后真的是 跟外表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口感偏油 拿来一下它的披萨 这个是 日式蟹肉披萨 那其他的的话 桌面上都是甜点 然后这个的话是 抹茶红豆披萨 日式蟹肉 很像章鱼烧 它那个美乃滋味道是偏 比较重一点 会咬到那种蟹肉的口感 再试一下抹茶红豆 也还蛮特别的 我觉得抹茶跟红豆还有这个 起司搭起来真的是还蛮搭的 因为起司它比较偏Q弹一点 但我发现它其实 除了起司之外 它那种更黏稠的感觉 是来自于它的滑 它除了有抹茶跟红豆之外 还有这样滑 披萨上面是还蛮新奇的一个体验 算是可以再拿第二块 还不错吃耶 那其实我刚刚又看了一下 它们甜点的种类 真的是非常的多啊 那我又再去拿了一盘 对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 它甜点看起来是还蛮好吃的 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爱吃甜点 所以既然不是那么爱吃甜点的人 就觉得它看起来好吃的话 应该是还不错啦 这里有一个龟零糕 还有一个珍珠奶茶奶酪 还有这个是巧克力草 慕斯 小蛋塔 然后还有一个面包布丁 跟一个烤布的 我先从这个应该感觉 甜度是最不甜的来开始吃 那如果我开始吃这种甜的话 这龟零糕应该吃到 就觉得没味道了 这龟零糕吃起来带有一点微微的苦味 然后后韵是有点微甜 像是蜂蜜的味道 口感就跟仙草一样很Q彈 就来吃一下蛋塔好了 蛋塔感觉要趁热吃 对外表的品贴大概是长这样 蛋塔本身蛮好吃的 外面的品贴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如果像是肯德基蛋塔那种 比较多层次 吃起来很脆的 配的我会更喜欢 接下来吃一下珍珠奶酪 我是看到奶酪上面竟然放珍珠 觉得很特别 然后把它拿来吃看看 那其实打起来算还可以啦 但是它的珍珠因为 应该是已经预先做好了 所以 跟奶酪搭菜一起的时候 吃珍珠的时候 它珍珠都黏在一起 接下来最后一盘甜点吧 因为它这个都没有标示 是什么品名 那我大概就看一下样子 就大概觉得它是什么样的甜点吧 蓝莓 口味的一个塔 吃看看 吃起来还蛮特别的 蓝莓它本身在腰嘴巴里面会爆竹 这个饼干又比较偏干 所以它爆竹的质 跟这个饼干搭在一起的时候 会缓解那个饼干的那种干的那种感觉 那接下来吃一下这个 感觉像是麻糬的一个东西 这麻糬很爽 它外表是那个麻糬的Q弹感 里面有塞这个颗粒的花生酱 吃起来就是Q弹 然后再搭配这个花生酱脆脆的 哇 它刚刚稍微摆对了一下 拿到了生蚝 好 给它吃下去 看我的脸就知道 我是不是不太会吃生蚝的人 OK 吃完啦 那今天吃的这个零酒店森林百会 我觉得东西有好吃的 也有不好吃的 那总体来讲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 其实是还蛮多的 因为它总体其实 说实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全部都吃到 总体的话 我觉得那个 用餐环境是有点 稍略有点急 可能真的是用餐人数蛮多的 然后它规划的位置的话 在旁边的人都听得到他们在聊什么 对 然后我在拍摄的时候 也是旁边会坐着客人 然后又会看我说 诶 怎么在拍摄这样 对 今天一个人的话是1098 忘了讲到他们甜点的话 其实跟我同桌的那个友人 他是说他们甜点 并没有那么的多元 就是感觉是体理类似 然后只是配料换的这样 那我拿比较多次的就是 就是甜的披萨 那个 红豆抹茶披萨 然后还有那个 烤的天池红蝦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还有那个 泰式柠檬 这三个是我有重复回去拿的 对 好 那今天影片大致上是这样 如果喜欢这种吃 那我保重开箱 请记得 铃铛跟订阅给大家请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